西游记五大经典密件 第五大圣歌 这首歌出自八六版西游记 孙悟空大闹天空时的插曲 在剧里孙悟空透吃攀逃 抱起仙丹 无视天功绿丽 惹得玉帝雷霆大怒 可孙悟空已经修炼成金刚不坏之身 刀劈 雷击 火烧 对他统统不起作用 踏上老军县策 将孙悟空投入八卦炉中 练就七七四十九天 好让他灰飞烟灭 可孙悟空不仅没有死 反而被八卦炉的烟火熏成了火眼金睛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孙悟空破炉而出 穿上披挂 绿马温依斯现在出现的 是不可一世的七天大圣 孙悟空带着一身桀骜 大闹天空 诸天神将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哪吒的金刚圈 孙悟空一棒击肥 离境的宝塔 一瞬间四分五裂 诸神惶恐 星蛾奔走 玉地惊慌 天庭之上 齐天大圣 谁与针锋 这首歌 开头没有歌词 只有狂放不羁的笑声 一共两分二十六秒的歌曲 笑声就占了整整一分钟 气势如虹 饱含力量 将孙悟空心比天高的气势 表达的淋漓尽致 大闹天空这场戏 是西游记绝对的重头戏 这首大圣歌 将孙悟空敢于挑战世俗的 无畏无惧 心高气傲的气势 描绘得非常好 就像是歌词里写的那样 撤开如意金箍棒 打他个地府天也翻 强者为尊应让我 英雄直死敢争先 大圣歌听起来充满力量 极其振奋银心 让人恨不得化身孙悟空 也来一场大闹天空 不过还是建议小朋友 不要模仿 不然爸爸的皮带 和妈妈的感面杖 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第四 《河壁西天万里摇》 《河壁西天万里摇》 这首歌是西游记 杏仙出场时的歌曲 杏仙虽然出场时间并不多 但是因为多才多貌 被很多观众喜爱 过小林四之前 唐僧试图被困在荆棘里 林内的山草花木 虽然是已经成精 但并无害人之心 反而颇为首领 只想和唐僧谈论 失词歌赋 庆仙清新于唐僧的 英姿和才气 于是打算和他 共结良人 他不像其他妖怪一样 强迫唐僧 只是以诗歌舞姿相邀 唐僧对他 也是破位赞赏 试图重逢后 还禁止孙悟空 伤害领内重要 《何必西天万里遥》 这首歌 就出现在新鲜歌舞之时 这首歌不像其他的歌曲一样 中西结合 而是纯粹的忠实配乐 加上黄迷戏的腔调 显得既古典又灵动 为了配上 新鲜的《诗才与傲气》 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 也是经过精雕细琢 桃李芳菲 梨花笑 怎比我 枝头春意闹 天下芳草都不如我 天下美人也都不如我 我讲的花容月貌 你还在犹豫什么 以前不喜欢听老歌 觉得没有现代流行音乐好听 自从听了《何必西天万里遥》 发现果然是我太年轻了 小时候看那么多遍西游记 居然没感觉到 有这么多好听的音乐 看来传统音乐 确实被大大低估了 第三 五百年沧海桑田 这首歌是《八六版西游记》中 孙悟空受压在五指山时的插曲 大闹天空的七天大圣固然威风 但俗话说得好 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在如来佛祖的绝对力量下 七天大圣就像是刚出世的猴子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五指山太沉重了 习惯了逍遥自在的孙悟空 从此被困在这方寸之间动弹不得 春去秋来 日更月替 无法无天的七天大圣 被磨平了所有的傲气 他痴痴地看着天上的飞鹰 八草间的蝴蝶 回想起以前无拘无束的日子 双眼放红 这个画面没有一句台词 仅听一双渴望自由的眼睛 加上深沉哀伤的配乐 就让人看着肝肠寸断 哭得不能自己 孙悟空被困五指山 是西游记的一个转折点 加上之前的大闹天宫 大起大落之间 更是让人心虚难平 如果说大圣歌增加了 七天大圣大闹天宫的得意狂妄 五百年三海桑田 则倾诉了孙悟空被困的 无奈爱生 如此对比 更显得护者的沉重 这首歌不可久听 否则难免会安然失神 第二天竺少女 这首歌是八六版西游记 天竺国的插曲 演唱者是李凌玉老师 也就是玉兔和天竺公主的扮演者 天竺少女这首歌 充满了抑郁风情 歌曲甜美欢快 将少女的情意表达得非常形象 歌词中的明月 山泉 花瓣 星光 简直是 堪心受爱的绝佳背景 少女怀春 本来就是纯粹又美好的 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 永远忘不了天竺公主 在岔子一样红的花丛中跳舞的场景 巧笑倩喜 美目盼惜 清歌漫舞 深姿翩翩 与女儿情不同的是 天竺少女这首歌 少了一分 但未清顾 是痴心 可舍日月 气红尘的决绝 多了一丝 我看青山都妩媚 廖青山看我 殷如是的希望 一个是西子捧心的女王 一个是活泼娇艳的公主 两个角色美女 如果唐僧是普通人 恐怕虚天之行早就结束了 只是有一点啊 小时候特别不懂 沙里瓦是什么意思 但是因为唱枪非常庄严 只以为是 就负盛名的人名 或者什么高深莫测的词汇 直到查了百度 好吧 是我想太多 这三个字不仅不庄严 还带着一丝皮 舍弃这一点 天竹少女这首歌 还是非常经典的 因为慈美曲更美 传唱度也非常高 记得以前 天竹少女这首歌 包括舞蹈 在各大平台的比赛 尤其是少儿比赛上 一见不鲜 时至今日 天竹少女这首歌 已经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剧外的观众 已经长大成人 剧中的少女 依旧曼妙着且歌且舞 第一 敢问路在何方 这首歌是八六版西游记的片尾曲 由著名歌手 蒋大维演唱 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 意境播放 变广为流传 不仅国内 连漂泊国外的华人 都非常熟悉 据调查 90%的华人 都能更加横唱 作为影响深远的歌曲 她的创作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她的作曲者 是西游记的运用作曲家 许敬青 据说她是在坐公交车时 看到窗外雪花纷纷 路人步履匆匆 脑中突然冒出了旋律 回家后 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副稿 曲顺利 词却难 此作家严肃 先是凭借记忆中 小时候涂到的西游记情节 顺利地写出了 该首歌的前半段 之后便遇到瓶颈 据说她当时急得 在屋子里来回走 一旁的儿子都吐槽 地毯上都走出一条道来了 没想到这句话 正给了她灵感 再结合鲁迅先生的一句 其实世上 本无所谓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成功写下了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的结尾 此举相结合 将西天取经时 试图经过的酸甜苦辣 和无惧艰险的精神 表现得非常传神 因为精神积极 朗朗上口 所以这首歌 全唱度非常高 每次唱完 都会涌起一种 力尽沧桑 却昂扬不去的豪迈之感 这也许就是经典的力量吧 随着时间流逝 回响西游记 只记得女儿情 和岗位 陆在何方等 寥寥几首经典 如今回看西游记 只觉得每一首 都饱含创作者的心血 和电视剧配合来看 牢牢地牵动着 人们的喜怒哀乐 西游记电视剧 能反响如此热烈 和这些优美的配乐 绝对脱不了关系 一情一景一首歌 每首都贴合实实 难怪能大获成功 这些歌曲你们还记得多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